苗栗县动物保护防疫所任养率 截至目前为止仅三成左右 为毛小孩寻找新主人 动防所与七家保险业者合作 即日起到收容所领养 首年可享有宠物保险补助 不限犬只年纪 体型大小 还加码猫咪 全都列入补助对象 无辜的眼神像是对着镜头说 赶快把我带回家吧 正是受编在收容所的这些毛小孩 渴望着新主人快快现身 苗栗县全猫任养率 截至目前为止仅三成左右 为毛小孩找新家 并配合挪卫会政策 苗栗县动物保护防疫所 从5月起推动首年任养送保险费 希望说既有这样子的方式来提升 毛小孩的一个领养都有温馨的家 也不希望他在外面流浪这样子 也可以减少人权的冲突 以及动保跟野生动物的 这个攻击的事件的 那个降低的发生率的这个部分 那宠物保险的话 中央农委会的政策 是去年就希望推了 那今年全国同步是 5月1号开始 根据农委会建构友善动物保护计划 一般补助以35公斤以上 不易送养收农超过两年以上的狗狗 作为主要对象 不过苗栗县加码 不但是放宽补助条件 只要是到收农所领养狗狗都可以补助 就连任养猫咪也列入补助 除了跟农委会的这个宠物保险 另外再加码 没有这个条件限制 你只要是领养收农所里面的狗跟猫 农委会是只有狗 那苗栗县政府的这个福利政策 是狗跟猫 也没有条件 不会说有老龄的 或者是说有伤病的 或者说大型的 没有这个条件 可以领养狗猫 然后去跟那个国内的这个期间的这个宠物保险的业者 然后去保险 任养犬猫宠物保险采十只十负 最高补助三千元 借此鼓励领养 四祖和毛宝贝也都可以获得十只的保障